三生十的故事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唐代有一个叫李源的 他的父亲是东都的一位地方官 做官的 当安禄山造反的时候 把他的父亲杀掉了 所以李源由于他父亲被杀的姻缘 就不愿做官 但他家世代都是做官的家族 家里很富裕 他就把自己洛阳的住宅改为一个寺院 教会临寺 就请了袁泽禅师到这个寺院做和尚 他自己也在这个寺院里修行 过了几年李源要朝峨眉山 就邀请袁泽和尚一起去 袁泽和尚也同意去 但是对走什么路两个人意见不一致 袁泽和尚想走汉路 经过陕西到四川 而李源就想走水路 因为到陕西要经过长安 他不想再到京都去 他坚持要从水道走 袁泽和尚也就随顺李源选的道路 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再回来了 就把他的后事一一的写明 交代好了家在经书里面 他也不露声色 就随着李源一起乘船到峨眉山去 到了湖北荆州 将近三峡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水非常险峻 天还没黑的时候就住下来了 刚一住下来就看到一个妇女怀着孕 这紧当在江边打水 袁泽和尚一看就掉眼泪了 李源就赶紧问 你怎么这么悲伤啊 袁泽和尚说 我不肯从水道走 就是怕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怀孕三年了 就等我做她的儿子 如果我不见到这个妇女 可能还能躲得过去 今天见到了 那没办法 非做她的儿子不可了 你就帮我念念咒 帮助我赶快生下来吧 到第三天 你来我家看我 你看我的时候 我对你笑一下 对你一笑说明 这个小孩就是我 并且还跟他相约 到十二年之后的八月十五日夜晚 我们在杭州天主葛洪景盼来相会 你来见我 都把十二年后的约会先定下来了 说完之后 袁泽和尚就打坐 就坐托走了 他一坐托 那个妇女就生下了儿子 三天之后 李源去那个妇女家看他 一看 果然这个小孩向他一笑 李源看了也很伤感 这个和尚本来好好的 就是我把他拽着走水路 一走水路 他连人都回去不了 他带着很悲伤的心情 把袁泽和尚的尸体就地处理了 也同时跟这个妇女说了姻缘 让他们要好好的照料这个坟墓 这可是你的儿子 这样李源也没有心情再去朝峨眉山了 就回到了惠林寺 回到惠林寺一看 原来他的徒弟已知道他的师父回不来了 他已经在经卷里面看到师父嘱咐好 他的后事怎么处理 所以李源就更相信原则和尚不是一般的人了 到十二年之后 李源就到了杭州 在八月十五日夜晚 在所相约的地方等候 果然在月光底下 隔阂有一个放牛的孩子 骑着牛背 吹着横笛过来了 一边吹一边唱歌 唱的一个记词是 三生时尚就惊魂 赏月银峰莫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仿 此身虽异性长存 这时候他们见面已经是三生了 三生时尚就惊魂 还是原来的神识 在月夜之下 赏月银峰不要论 都像做梦 惭愧的是 你还能够远远的来相仿 身体虽然跟原来不一样 但性是长存的 李源听到这个 知道这是一个高人 很恭敬地跟他问讯 谈话 谈完之后 这个小孩又骑着牛唱着歌 身前身后事茫茫 欲化因缘孔断肠 吴月山川有已变 却回燕照上渠堂 唱着歌成着牛儿去了 也不再搭理李源了 能知道前生后事 能够临命忠实相约 十二年后在哪里见面 这样的人 真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 但是他还没有了生死 宗门叫下那些能够做托 立王的 说 装支箱 就在装箱的过程当中 他就走了 或者对疾风转雨 多一声就走了 这种人能非常洒脱地走 但能了生死吗 没有了生死 这种人都了不了生死 更何况后来的人 只是把话头看得稳 临终去得好 他就能了生死吗 靠自立了生死是很难的 见思或最后一丝毫没有断尽 你都出不去呀 但是净土法门 养靠阿弥陀佛的慈悲 愿立了生死 就非常容易 万修万人去呀